一连两场的任贤奇神魔人巡回演唱会香港站今天玩满落幕 小琪为歌唱染上一头银白发 更有众多歌迷送花让他接到手软 而好友黄品源苏永康陈生五月天也都到场做演唱会嘉宾 阿信更拿吉他上台与小琪自弹自唱五月天的温柔 不打扰时光很温柔 不计较不明亮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我们一起走 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 相信我 不为不求 我愿为你放弃 所有男人不敢让你流泪 至少我尽力安慰 我相信我 也在你生活 我愿别 而演唱会后众人一起出席庆功宴 刚做完盲肠手术的小琪也表示自己在演出时伤口仍然在痛 让自己很担心 其实一开始要唱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我的伤口还在痛 不过我的医生帮我评估之后说我不要像成龙大哥那样翻跟头 应该不会有大碍 我在很很需要用丹田的时候 我可能要手捂着肚子 感觉起来好像是那种很深情 其实是把我的伤口压住 我把它撑开了这样 此次演唱会结束后 小琪透露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是 出席自己与腾格尔 温宏等人合作的电影 《双城记中记》首映里 希望粉丝可以继续支持他 明天我就要飞到北京去参加 我拍的一部电影叫《双城记中记》的首映 因为我在忙演唱会 其实我的整个剧组 包括腾哥尔 腾哥 翁红 刘承俊等等的其他演员 还有熊男警他们都在做宣传 只有我在这忙演唱会 所以我现在演唱会完了 马上赶快去跟他们会合 这部电影拍的也很过瘾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